大约有200多万人签了名 表示对完善选举制度的支持 中央有关的部门 港澳办 人大常委 发工委 他们都派官员来香港 来进行座谈 接触的60多个团体 1000多人参与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得到香港市民的普遍支持 过程中也听取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广泛建议 谭耀宗说 过去一段时间自己也收到不少意见书 他已及时将意见反馈给相关部门 他指出 在完善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大家都有机会发表意见 谭耀宗表示 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是依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 旨在堵塞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 立法会那个选举里面 以前都是团体票为主 通过团体选择他的代表 但是现在变得很多都是过人的票 就是过人跟团体混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太理想了 就慢慢能够调整过来 能够用团体选民的 尽量用团体选民 另外区域委员的功能也变化了 跟新闻尔97条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改成就证过来 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列明 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 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 和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资格 谭耀宗表示 通过设置事前安全法 有利于阻断反中乱港分子 通过选举进入管制团队的可能性 我们确立了资格审查基地 就可以对一些参选的人 进行审查工作 所以就避免有些反中乱港的人 赚到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去了 另外我们也在晚上选举制度的时候 我们也怎么样令到基本法 原来那个原意 有个落实 不会走样 谭耀宗坦言 基本法附件二中规定的立法会议员 由选委会选举产生 是回归基本法立法的初心和原意 继香港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也体现了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因为那个立法会的产生 如果光是功能团体 或者是地区集算 他们会长调 各界别 各地区的第一 选举委员会有它的功能 它是代表整个社会的 方方面面的代表 等于整个社会的输赢 然后呢 大家就希望 这些人 选出来的 立法会议员 这些行政长官 他们都能够以 整个社会利益为大前提 代表整体利益 代表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针对新法实施后 反对派是否还有参政议政空间的问题 谭耀宗表示 这将视乎参政者的出发点 如果是为反对而反对 以勾结外国势力 颠覆政权 破坏社会安定为目的的参政者 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果是对政府还是正常 你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提出不同的意见 建议 甚至不赞成都可以 但是问题 你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有些出发点都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断地搞反对的心音 这个就不对了 欧结外国势力 搞颠覆 搞破坏 搞港独 那个当然不能接受 我好 好 我好 去 我好